为了纪念早逝的母亲 南希来到了对妈妈来说有特殊意义的海滩 那里环境优美却十分偏僻 准备就绪之后南希就下水冲浪 并结识两个同样来冲浪的小伙 小伙跟他说这片海域很凶险 不适合女孩来玩 搞什么瞧不起女生吗 南希根本不屑两个小伙的忠告 他可是冲浪大师啊 两个小伙也十分乐意看美女 因此玩得更嗨了 冲浪冲累之后南希就上了岸 他抽空给妹妹和爸爸打了个电话 原来南希因为退学的问题 在和家里那矛盾 不一会儿南希就和爸爸谈崩了 他匆忙挂断电话再次下了水 这一会儿时间也不早了 那两个小伙准备回家 南希却打算继续冲浪 但是没有多久 他就发现了一头鲸鱼的尸体 他立马察觉到情况不妙 赶紧掉头 但一个大浪打过来 把他打翻在了水里 他的冲浪板也掉了 就在南希准备爬上冲浪板时 一头鲨鱼咬中了他的大腿啊 南希在惊慌当中爬上了鲸鱼的尸体 他大声的向岸边的小伙求救 但是因为距离过远 小伙没听见 开着车离开了 而鲨鱼还在鲸鱼尸体下方 试图攻击 南希看到不远处有一个浮标 于是趁着鲨鱼撞向鲸鱼尸体 跳下水游向浮标 但是因为腿上的伤 他只游到一半 就不得已爬上一块露出水面的礁石 用项链为自己处理伤口之后 南希躺在礁石上等待着救援 天很快就黑了 低温和饥饿让南希有些难受 他准备趁着天黑悄悄地上岸 但鲨鱼的再次出现 让他不得不折回礁石 就在这时 他看到岸上躺着一个罪汉 于是大声地朝罪汉呼救 罪汉听见他的呼救醒过来 根据他的指示 找到了他的包 结果罪汉拿着他的包就走 临走的时候看到海里的冲浪板 谈心的罪汉 下水准备拿走冲浪板 结果被鲨鱼给活活咬死了 所以说人心不足 舌吞象呀 谈小便宜的人总是会遭到报应的 第二天 昨天的两个小伙 再次来到海边冲浪 南希赶紧朝他们大喊 这里有鲨鱼 可惜还是为时已晚 两个小伙 通通遭到了鲨鱼的攻击 更糟糕的是 再过不久就要涨潮了 南希捡到两个小伙子 吊在海里的极限摄像机 录下求救的小视频后 将它扔向了岸边 希望能够有人捡到这个摄像机 这时候海里冒出一些水母 南希利用鲨鱼 害怕水母这一点 拼尽全力游上了浮标 然后他看见一艘路过的船 他赶紧发射浮标上的信号弹 但是子弹泡过水 射不圆 那艘船没有发现南希 而鲨鱼呢 也开始攻击浮标 南希用信号弹射中了鲨鱼 结果惹怒了鲨鱼 鲨鱼一下子就撞翻了浮标 但因为身体过于庞大 在攻击南希的时候 鲨鱼被卡在浮标上 南希被铁毛拉进了海中 鲨鱼再次转头攻击他 但南希一转身 鲨鱼就撞到了铁毛上 翘辫子了 这时候一个小男孩 拉海边玩耍 捡到了南希 扔进海里的摄像机 小男孩看完视频后 找来他爸爸 最后小男孩的爸爸 在岸边救回了昏迷的南希 到这里南希终于得救 这部电影呢 是上映于2016年的沙滩 由美女演员布莱克 来福利主演 布莱克美丽又不识 剑气地演绎 为这部电影增色不少 电影用单一的场景和演员 就完成了一场精彩的 逃生大戏 已经上映就大受好评 除此之外 布莱克还演绎过 牛仔裤的夏天录取通知 绯闻女孩第一季和第五季 等佳作 感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搜来看看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